有没有听说过海外高薪聘请国内程序员 包吃包住 年薪百万 高额福利 分房落户 几乎普通人所有想要的待遇 外国公司都能给 有没有心动 心动不如行动 赶紧报名过去 孙伟回想起去年看到这则招聘广告时 脑子一热就报名出国了 他还真是个纯纯的大傻子 就这种低级透顶的招工骗局 他都能上当 平白无故成了人贩子手里的肉票 大家好 我是侦察院频道主播老黄瓜 接下来继续讲述今天的故事 孙伟是一个国内在平常不过的程序员 因为一年前看到招聘广告 被高薪迷惑了李志 选择报名来到海外应聘 等待他的 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戏北 号称受害者集中赢的黄赌独一条街 那些人贩子把孙伟安排去做赌博诈骗 每天就是盯着电脑 勾引人进来赌博 新用户刚开始会让他赢上不少 随着时间推移会一点点降低他的命中率 让对方以为只是运气不好 但他能输能赢 全都是孙伟这边后台可以操纵的 那些上头冲钱的冤大头完全不知道 从他们冲钱的那一刻开始 就落入了早已编织好的大网里 或许有人会谨慎一些 选择赢点就跑 但对不起 钱是退不出来的 一旦选择兑现退款 那么系统就会在孙伟的操纵下自动崩溃 或者出现网络延迟等早已准备好的软件问题 强迫赌徒把迎来的钱再吐出来 有进无出 这就是网络赌博的现状 而孙伟自己 虽说并不是什么志向高远 刚正不阿的大君子 但面对这种魔窟般的地方 强烈的逃生欲望依旧强烈无比 偶然有一次 孙伟在后台操盘时 调取用户资料发现 对方似乎是公司认定的反调于用户 就是说对面这个赌徒很有可能是警察假扮的 一般来说 公司见到这种用户第一时间就会将其封号 但孙伟在这时看到了希望 他通过控制用户输赢的方式 利用输赢结局的排列组合 暗示给去一串摩斯电马 这是非常常见的求救信号 希望这个非常不起眼的信号 能够带给他希望 在这之后不久 孙伟眼见着求救信号不管用 便心里一发狠 趁夜要钻进树林里逃出去 在这场九死一生的大逃亡里 他的左腿中了两颗子弹 好在打尽的是肌肉 没有特别致命的损伤 身边不远处有三具女尸 他们看样子死了没多久 身上满是弹孔 像是被机枪打的 另外还有一个人隐藏在更远一点的树后面 看不清 但孙伟能察觉到那个人一直在盯着他看 追捕人员对孙伟说还跑不跑了 抄着木棍打了不知道多久 对他上了各种刑罚 那简直是断地狱一般的经历 另一个追捕人员说这人不老实 不行就在这弄死算了 不差这一个 他拍灭烟头 要对孙伟下打死亡通知 刚才打孙伟的那个追捕人员说 最近新弄来的肉票没多少 别轻易就废掉 看看这家伙还有没有什么特长 或者能变成钱的地方 物尽其用 真是大慈大悲 孙伟心里想着 但越是只是眼前炼狱一般的现实 他越是激起了拼命的念头 自己都已经这样了 为什么不搏一搏 他活了这么多年 在这破地方人气吞声了多少个日夜 早就有的活腻了 孙伟尖叫着 发疯似的扑去一个追捕者 抢走他的手枪一通乱开 最终那两个人和孙伟产生了枪战 他另一条腿也在枪战中负伤 彻底失去行动能力 而那两个家伙则在他的激烈反抗下落荒而逃 不见踪影 缅北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不敢拼命的人 会被当作肉票榨干到死 而那些敢拼命的人 有的飞黄腾达 有的眨眼丧命 因为失血过多 孙伟开始头晕 最终拖着身子向北盘山爬行一段距离后 终于因为坚持不住 昏了过去 自己的命是不是就这样搭在这里了 孙伟不甘心意识再次清醒 他发现自己躺在干净的水泥地 这里应该是某个大建筑的地下室 睁开眼打量一番 孙伟发现四周有带枪的守卫紧盯着他 真是可笑 自己又回到深渊 或许枪战时 给自己留一颗子弹自尽会更好一些 毕竟不用再睁开眼睛了 但明显 把孙伟捡回来的人 和之前搜捕他的并不是同一股势力 他们并没有对他怎么样 还处于对肉票的护理 给他处理了伤口 挂着吊瓶 半小时后 一个穿着职业装的美女出现在眼前 他上下打量着孙伟 问孙伟会什么 说得尽量详细一些 就和他接下来怎么安排有直接关系 孙伟打量着女人 这个美女看似穿的是职业装 但完全走的是情趣路线 包庇裙几乎短到大腿根 都能看到内裤颜色 上面的衬衫也是低胸开领 穿跟没穿似乎也没什么区别 虽然诱惑 但孙伟完全没有那方面的想法 毕竟眼下是性命收官 认谁也不会有色心 他说他会写代码 会编写赌博诈骗软件 女人说很好 她们非常需要她 在这个女人的搀扶下 孙伟上了电梯 在18楼的会议室里坐下 在会议室里 面试孙伟的是另一个中国女人 她一生穿金带银 看面相也就不到30 像是个模特 自称叫唐雪 唐雪叫孙伟今天就准备准备 留在这里 她叫孙伟放心 她这种技术工 她们公司还是很优待的 听到对方说优待 孙伟想咧嘴嘲嘲笑 但不敢 她见对方也是中国人 便想试试能不能装可怜 让对方放了她 就算是又一次的求生尝试 孙伟问她现在有点事情 要回国处理一下 她现在可不可以离开 唐雪脸色变了变 随即再次变得笑颜如花 可她吐气如蓝的嘴里 却说出了让孙伟浑身发抖的话 唐雪说不可以 除非她留下双手双脚 作为面试违约的赔偿 不过 当对方说出不过这两个字时 说实话当时孙伟有两个打算 冲过去 抄起桌子上的蛋糕 刀底在唐雪脖子上 威胁她放自己走 二是等等看唐雪到底还会说些什么 同为同胞 孙伟尝试给她最后一丝信任 在转瞬即逝的负责中 孙伟选择了第二条 因为选一的话 风险太大 哪怕慢上一秒 自己都是死路一条 唐雪说如果孙伟真想离开 又不想留下违约赔偿 那可以交足一百万的违约金 公司会专门给她安排飞机送走 孙伟想笑 她当初就是贪恋高薪被骗来这里 坠入地狱的 如今还来这招 这种说辞偏偏还没踏入金三角的人 还算能够成功 但对于她这种早已在生死线里划过的人 就是一个空头支票 接下来会有什么套路 孙伟早已心里有数 确实会承诺给她十几万的月薪 但租房吃饭个个都几万打底 一个月基础生活开销差不多正好是工资 这样一来 就相当于自己在这里一辈子都赚不到一百万 一辈子都没法离开 孙伟说工资免了 让她生活条件好一点点就行 看在他们是中国老乡的份上 这是她最后的请求 孙伟知道 在这里不论开多少工资 最终都会被内部强制消费回收的一毛不胜 那一百万的赎身费 给她一千年都凑不起 孙伟说她会好好工作的 为了保住她这条命 孙伟任命一般说着 但这些只是为了博取对方信任 让孙伟稍微放松警惕 别等她下次策划逃跑时 孙伟早就把她盯上 导致计划流产 孙伟说看在都是老乡的份上 她会给孙伟安排一个好环境的 在唐雪的亲自带领下 孙伟被安排了住宿 餐馆的食堂 食堂没什么好说的 是一个小自住餐厅 看起来还有些上档次的样子 住宿拥挤的四人间 每人一张上下床 问题是宿舍并不分男女 是混住的 孙伟看到安排给她的房间里 挂满了各种女士内衣 还有情趣道具 特色挂饰 整个屋子 弥漫着不知道什么味道 很古怪 总的看下来 感觉好像还没那么差 毕竟比第一次待的那种地方好太多了 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最终唐雪带孙伟回到了会议室 她慵懒的坐在真皮沙发上 有些贵妇的气质 她丢了一份合约过来 让孙伟签 只要签下字 名义上 自己就是重新踏入无底深渊 要给这家公司卖命 卖到大概是写不出代码 血被抽干 葬气全摘 最终抛尸荒野的程度 没什么好犹豫的 这种合同说是由缅甸国家法律背书 其实就是一张废纸 孙伟也没看内容 直接签了字 况且她从来都没准备卖命到底 一旦抓住机会 那就要赶紧跑 唐雪看到签完字 立刻收走合同 从现在开始 孙伟如果按照合同上讲的话 已经把自己卖给唐雪背后这家公司了 既然已经安置妥当 孙伟也没继续跟唐雪攀谈老乡交情 那种女人是不会被她干巴巴的 摇尾起脸打动的 唐雪就目前在孙伟看来 就是个红粉枯映 唐雪叫孙伟回去安排好的住处休息好 养精蓄锐 正当孙伟在房间里换内衣时 只嘎一声门开了 那个叫金娜的女孩走了进来 孙伟告诉金娜她在换衣服 但金娜似乎完全不在意 说来也对 在这种地方生活时间长了的女孩 没有任何羞耻感 并不是什么罕见的现象 金娜说她也是来换衣服的 天黑她就要上班了 说着金娜开始脱衣服 完全不避讳孙伟这个大老爷们 她的双眼早已成了空洞 空虚倒让人心计 金娜在换完衣服后 也没有多留 直接穿上了黑色鱼网袜 加上暴露至极的兔女郎装束就出门了 一点内衣都没有 胸口还挂着公牌 八成她晚上应该是个赌场的河关 在金娜走后 第二个光顾这里的女人则是唐雪 她带了一袋茶包给孙伟 说是看在老乡的情分上 送她的 让她省着点喝 说实话 唐雪送的东西孙伟完全提不起兴趣 甚至有点想丢掉 唐雪叫孙伟晚上不要到处跑 谁带她都不要出去 外面的人全是带枪的 如果她乱动导致没命的话 自己救不了她 唐雪用了这么句温馨提示 孙伟躺在床上 双眼无神看着天花板 不知道这里距离边境近不近 要是有地图就好了 哪怕是死 她也不愿意一辈子被困在这里 落得个死无全尸 真要走到绝路 宁可拼得当场被歹徒击毙 她也要死在回家的路上 叶里金娜带了个喝醉酒的男人过来 在另一张床上大战了不知道多少个回合 几乎把孙伟当成空气一样 这估计是金娜的身材之道 估计也不用避讳她 毕竟在这种地方 谁又会在乎谁 等他们完事之后 金娜一边用卫生纸擦着身体 一边捅了捅孙伟 说想和她谈谈心 金娜的声音有些不一样 似乎在这深夜里 又恢复了一些正常人的情绪 孙伟跟金娜谈了好久 发现金娜是中系交界那地方的一个普通女孩 当初也是因为打工 才被骗到这里来的 金娜说被人玩弄也好 她现在做黄色直播也好 当和官也好 只要能弄到钱离开这里 她可以不择手段 金娜的声音颤抖着 她的求生欲让孙伟有了不小的共鸣 自己何尝不想离开这里 金娜提议他们一起逃出去 既然攒钱赎身遥遥无期 还不如赌一把 这个提议孙伟到确实很是赞同 只不过 怎么逃 在金娜的讲述下 公司每个月一号发工资 那天也是食宿费用扣除的日子 手里钱不够扣的 需要找主管打欠条 那天会有主管们的聚会 举办一场盛大的无火晚会 让所有人开心放松一下 趁着那个机会 或许可以溜去雨林里躲起来 尝试通过雨林穿行回到中国 金娜的计划听起来很完备 看样子应该筹划不止一天两天了 只是不知道行不行 能不能如愿逃回去 孙伟好奇起来问金娜 这个房间里有四个被人用过的床 但为什么只有他们两个人 金娜的声音有些颤抖 说他们都被唐雪小姐害死了 其实这个房间本应该是空的 原先住在这里的四个人 因为逃跑计划被唐雪小姐发现 她亲自带着冲锋枪 将那四个女孩全部射杀 一个活口都没留 冲锋枪 女尸 这两个字眼被串联起来 孙伟瞬间就想到了自己曾经命悬一线时 看到的那个场景 那里有三具被打成筛子的女尸 还有个躲起来幸存的人 南部城市的就是这间屋子里的那几个 金娜说她看孙伟也是中国来的 边一开始就想把她带去别的部门好跑出去 但没成 所以就换来了这个屋子里跟她一起住 怕她一时犯傻乱跑 也死在唐雪的枪下 金娜一边说着 缩在墙角开始止不住的发抖 看着怪可怜的 她叫孙伟放心 唐雪小姐对于老老实实给她工作的人 都不会那么残忍 所以目前孙伟是安全的 金娜这时还给那个女魔头打圆场 安全什么 在这老老实实上班一样是咳死他乡的下场 眼下也没别的办法了 想要跑 就只能等发工资那天 在这之前还是老老实实上班 金娜这个女人 不得不说 深夜正常谈心时确实是个楚楚可怜的少女 可但天亮 就换了个人 近一切时间 一切可能 用身体来换取金钱 赚熟身费 孙伟不知道她的熟身费是多少 总之看她在出卖肉体上这么努力的样子 估计不会便宜 八成金那也是在弄两手准备 能跑就跑 不能跑就出卖身体多捞点钱 她的这个女人也不是一个善茶 孙伟心里想着 临近月底 唐雪再次将孙伟叫去办公室里 她再给一把黑洞洞的手枪擦灰 很仔细的样子 唐雪说坐 她一声令下 孙伟找了个偏远的位置坐下 唐雪对孙伟说听人举报说 她在密谋要通过逃跑 来离开这里 听到唐雪的发言 孙伟瞬间浑身冰冷 难不成隔墙有耳 她和金那的话全都被人听见了 孙伟说绝对没有 她一直在想怎么弄业绩来赚钱赎身 唐小姐说过的 外面的守卫都拿着枪 她没有几个脑袋够他们秃秃的 在说这些话时 唐雪笑笑终于把手枪放下 两条腿摆在茶几上 伸了个懒腰 里面乳白色的蕾似小扣子映入眼帘 唐雪对孙伟说看 看完就崩了她 唐雪说出这句话时 语气嗲嗲的 但孙伟完全听不出任何撒娇卖萌的感觉 那更像是一个女鬼 在对过路人诱惑式的索命 孙伟赶紧移开目光 怕自己真的要交代在这 她对唐雪说自己在想 她需不需要按按肩膀 唐雪白了孙伟一眼 开始说起那带茶包的事情 说那里面有些保护势力 增强体力的药材 甚至还有一些兴奋剂 本来是让孙伟上班喝的 现在她改主意了 唐雪说要还给她 这孙伟一下子反应过来 这样的话 那东西可不能给她 天天看电脑确实眼睛消耗大 在出逃之前那东西要自己留着 孙伟说已经喝完了 没了 唐雪再次拿起枪 问孙伟准备好赔偿没有 孙伟想唐雪应该不会因为一袋茶包 就要把她崩了 不过这不是没可能的事情 反而嘟的一声 枪响了 孙伟的肩膀传来钻心的疼痛 她又一次中枪了 但她没有死 身上也没有出血 那子弹是个没有尖头的球形空包弹 只是把孙伟肩膀打得瘀青 并没有致命伤害 唐雪叫孙伟把子弹捡起来 吞下去 她叫孙伟记住 想从她这里跑 可以 但孙伟要做好心理准备 看看是子弹快 还是她的腿快 唐雪一字一句的说着 看着蜷缩在地上的孙伟 从剧痛中缓过来后 孙伟拿着弹珠打量着 一度想丢掉 但回想起唐雪的死亡威胁 最终还是选择吃了下去 唐雪这个做法 在西北是有说法的 叫丸行 一般是为了教训不听话的肉票 歹徒全都是用钢珠弹打到受害者去干理 强迫受害者自己用手把弹丸输出来吞下去 孙伟曾经不幸看到过一次 那是自己临坐个中国老乡的遭遇 她后来因为破伤风死掉了 唐雪刚才的做法 从一定程度上说 确实有那么一丝人性 毕竟没让孙伟皮开肉绽 孙伟想过两天就是发工资 要举行庆典的时间了 那时她能不能跑出去 唐雪突然问孙伟有没有人告诉过她 在她之前那间屋子里住着四个人是什么下场 孙伟知道 因为金娜说过 她也经历过 但她还是摇头装傻 唐雪说他们四个都变成了举报奖励 也就是尸体 唐雪当初送的那些茶包 既然里面有兴奋剂的成分 便阴差阳错的成了孙伟出逃的必备道具 毕竟雨林那么大 追兵肯定也不少 体力跟不上的话就是一个死 服用兴奋剂来维持身体行动能力 绝对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唐雪可能根本想不到 无意中竟然给孙伟送来了逃生道具 真是败笔 幸好自己撒谎给扣下了 在接下来的这几天里 孙伟每天夜里都在跟金娜探讨 如何实施逃跑行动方案 金娜甚至拿出了一份这里的手绘地图 和指南针来规划路线 看来她也蓄谋已久 金娜说那约好了 三天后 晚会开始时 他们就行动了 计划已经弄得七七八八 今晚孙伟睡了个安稳觉 在庆典开始之前 她偶然一次因为业务需求 要去业务部一趟对接 在业务部 孙伟有一次不幸见到了自己曾经身处的 炼狱一般的光景 业务部是个毫不包装的人间炼狱 在业务部里 每个业务员都在疯狂地打电话 在诈骗 那些出来诈到不愿意骗钱的 还有骗不到钱的 会被主管各种私刑处置 比如和黄汤 对着下体鞭刑 殴打 甚至把头按进水缸里面 弄个半死 反正各种惨无人道的手段 都是业务部的家常便饭 那里的每一个人听说一天的业绩标准 都是五十万 骗不到五十万就要受罚 被刑罚弄死了 或者自杀了 就会被带枪的卫兵拉出去 随便找个树下挖坑来掉 这跟技术部比起来 完全是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业务部才是缅北 才是金三角的真面目 终于到了发工资团建的日子了 今天在公司大楼不远处举行了个无火晚会 公司还请了十几个燕舞女郎助兴 他们一个个光溜溜的站在人群前扭着身子 一些把持不住的男主管直接冲上去脱裤子 大庭广众之下就弄了起来 这场晚会 更像是个被粉饰的地狱集会 各种各样的魔鬼尽情发泄着欲望 丑陋无比 会场进行到高潮时 已经变成几个男主管 在公开比拼持久力的表演赛 中人吹着口哨加油助威 附近带枪的守卫也开始凑过来 抓着落单的女郎加入比赛 而此时 金娜戳了戳孙伟 表示已经时机成熟 在所有人未曾察觉的情况下 孙伟渐渐淡出人群 转身逃进了身后的树林中 跑了大约有半个小时 她发觉有些不对劲 因为自己全力跑了这么久 应该已经很远了 但依旧能听见算和晚会的欢呼声 孙伟停了下来 准备让金娜拿出指南针 校对一下路线 但她怎么也不肯拿出来 甚至还咧嘴笑了起来 笑得孙伟有些发毛 她问金娜笑什么 孙伟一时间觉得 事情有些不对劲 金娜不对劲 金娜说了一句傻瓜 知不知道举报一个逃跑的人 奖励多少钱 孙伟瞪大了眼睛 不可置信的瞪着金娜 说不出话来 金娜嘻嘻笑着 像是个笑面鬼 一个数字从她的口中说出 两百万 随即她拿出了一把尖刀 握在手里 这一瞬间 孙伟有些明白了 明白为什么只有三十体 但现在就逃出去就好了 金娜为什么还要贪恋的 子虚乌有的举报奖励 孙伟躲开尖刀 质问金娜答案 金娜说她十岁就被卖到了这里 除了脱衣服被男人玩 什么都不会 赎身的钱她早就攒够了 但还不够 她想攒更多的钱再离开这里 彻底自由 而孙伟这两百万 是她赎身钱的最后一笔 金娜这个女人已经彻底疯了 她处心几率一个多月 根本不是想和孙伟一起出去 而是要把孙伟这条命变成她的钱 金娜说孙伟应该感恩她 是她把孙伟拖回来的 为的就是让孙伟再跑一次 被她抓到 她是孙伟的再生父母 孙伟不应该违抗她 金娜竟然还十分义正言辞的 说出这种歪理 她当初就孙伟 本质就是为了杀她 这本就是利用 谈什么拯救 金娜说她把孙伟逃好的念头 举报给唐雪 唐雪竟然没向上面举报 孙伟也什么事情都没有 既然从唐雪那拿不到奖励 就只有她亲自动手了 金娜说着 尖刀已经刺了过来 孙伟拼命闪躲 幸运的是她消耗了不少的体力 孙伟堪堪毕过 但紧接着 金娜开始大声尖叫起来 要呼叫卫兵过来 情急之下 孙伟一把阔住她的嘴 抢过尖刀丢在地上 金娜说她的钱 她依旧在口口声声的 把孙伟当成钞票喊着 孙伟用力猛的一甩 将金娜的头撞在旁边的树上 她满头是血运了过去 孙伟拾起尖刀和地图 指南针开始朝着北方不断穿行 这期间也服下了那些茶包 来强制维持体力 不得不说 这里面的兴奋剂剂量够多的 跑了三四个小时 还感觉不到脱力 可事情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 金娜的地图是假的 地形根本不对 眼下四周已经出现了卫兵交流的声音 还有脚步声 他们都是被金娜的尖叫声吸引来的 自己终究是跑不掉了 正当孙伟坐在地上准备等死时 肚子里发出奇怪的声音说朝溪走 路过一个山谷之后 会看到一条小溪 顺着小溪移植往前去 别回头 这个声音很熟悉 而且是从孙伟的肚子里面发出来的 他惊呼一声糖雪 原来自己吞下子弹还有茶包 竟然都是糖雪的暗中布置 孙伟赶紧站起来 按照糖雪的指示继续前进 估计他肚子里的那个弹丸 集成了定位装置和发声器 但糖雪明显没法给出太多帮助 在说出那句话之后 就再也没有过提示 孙伟顺着他说的方向跑了有半个多小时 终于见到了小溪 并开始顺着小溪一路前行 不知道又跑了多久 索性那些卫兵并没能及时将孙伟包围 在天亮时分 他整个人有些恍恍惚惚 人也站不稳 但终于看到了希望 活下来的希望 因为出现在眼前的是边境哨所 只要越过哨所 就回家了 孙伟对哨所的人喊别开枪 他是中国人 他是从金三角逃回来的 边境同志们警惕打量着 最终在经过重重审核下 给了他一个暂时的休息地点 孙伟狠狠地睡了一觉 因为体力透支太严重 睡了两天才醒过来 忽然间他意识到了什么 那个弹丸除了指示他逃出去这件事 说不定还有其他的功能 孙伟在说明情况之后 边境医生将他体内的弹丸取了出来 切开发现里面多了张微型存储卡 边境同志说事情到了这一步 他们很感谢孙伟能从魔窟里面逃出生天 糖雪的事情他们已经清楚是怎么回事了 接下来他们会安排送他回家 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接手这件事的人 孙伟想问些什么 却没敢开口 毕竟这已经不是自己能接触的领域 经过一个月的波折后 孙伟回到家 这次比较幸运 找到了一份工资更高的工作 生活也重新回归正常 没有了那些富贵险中求的赌性 一天晚上打开电视时 看到正在播送新闻 新闻内容是 本周我国边境发生了数起 特大人口拐卖诈骗案件 所有受害人员 均被囚禁在绵北与国内边境交界地带 如今经过多方协助 大多数人员均已获救 孙伟正正看着新闻 心里想着 这件事应该就是在说他经历的那个 经受害者统一反馈 他们都是被国外高薪工作所吸引 最终落入不法分子圈套 在这场特大人口贩卖案件中 吹哨人吴小莲同志因为深入大本营不慎暴露 因公殉职 我方媒体全体人员对吴小莲同志的牺牲 表示默哀 孙伟看着新闻上刊登的一张打了马赛克的照片 虽然模糊 但依旧能分辨出那就是唐雪 原来如此 恐怕唐雪之所以被发现 是因为那时要救孙伟出去 要让他把肚子里的存储卡资料送出去 才暴露的 半年后 孙伟站在一座烈士陵墓前 献上了一大捧鲜花 放在了吴小莲墓前 他气不成声 他这条命是吴小莲给的 忽然间 孙伟发现在墓碑附近 有一张被石头压起来的纸 便摊开来看看 输赢赢赢书书这是一串输赢 两个字组成的意义不明的一段话 但他能读懂 因为这就是当初 他在赌博网站时 给电脑对面的可疑用户发送的求救信 好了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 我是主播老黄瓜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